你看 R1的值是这样子 R20是不是全部都归为0了 全部都归为0了 所以这就是他的这样一个语操作 所以大家要善于这样子去分析 善于这样子去分析问题 那同样的 如果我给大家改成这个样子呢 0x01 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取出最低位的这样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只保留最低位的这样一个数据 对不对 大家想象一下 所以很容易去理解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end 那么除了end之外呢 这就是或 或道理是差不多的 写法也都差不多的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要求大家一定要去掌握 那么只不过或大家要记住 是什么时候为1呢 是只要有一个为1 那就表示为1 这里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为1 有一个为1就为1 那这个或也是英文单词OR 这个比较好理解 没什么好说的 就拿这个来说 OR 它的写法都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这就给它改成0f 大小写无所谓 这个地方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不是把21的第四位取1 为什么这么说呢 f是不是是不是就他嘛 大家想象一下嘛 对吧 好 f是他的话 那我管你21的值到底是多少 什么0100 管你怎么弄 反正你只要碰到我这四位了 你肯定必须得是1 对不对 大家想象一下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要对某些位 直接给它取1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货操作来进行 好 就大家理解一下 这个也很有理解 那下面就是疑惑了 对吧 疑惑 那么疑惑的话 我们刚刚说了 什么是 什么是疑惑呢 疑惑就表示两个数 它不相等的时候 就为处 这个也比较有意思 两个数不相等的时候 它就为处 那如果同样的这个地方 OR我改成UR UR 那这个又表示什么呢 那就表示把它的第一四位取反 就大家自己去理解吧 我就不多说了 也不给大家去演练了 好 那么 最后一个是BSC BSC 我们称为魏清零 魏清零 B就beat 对吧 然后魏清零说白了 就是我们的逻辑飞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逻辑飞的 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也就是说 你指定到哪个地方 那位你就会把它给清零了 这次运算 大家要清楚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BSC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 我再用BSC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 我用101011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把这位一位 零位一位和三位清零 就行 就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 到时候你给它设的这个值呢 你给它设的这个值 在哪些位上 它是设 你给它设了一 就表示到时候 哪个数跟它进行一个 这样的一个非操作的时候 就表示这些位给它清零 明白了吧 这些都用了上 以后我们在做 计算器处理的时候 我们这种暗位操作 要熟练的用上这些内容 好 这就是我们的四大逻辑操作 是不是不复杂 不复杂吗 跟我们以前的什么 and or 那些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 那我们这里的逻辑操作 最终还是要落到位操作上面 好 那么我们在下面说 再说一下我们第三块 就比较操作 那我们在上层加外语言的时候 我们的比较的时候 是不是有什么大于小于等于啊 这些 那么这里我们说了 我们在arm里面 我们是不是没法做到这个 没法 没见到我们的这个arm指令 有去写什么大于符号 小于符号等于符号 我们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是不是还是通过 这样的一些运算操作 加减乘出这样一些类似于比较的运算操作 比较完了过后 我们把它的这个值 它到底是大于等于小于呢 我们是不是把它的值存在我们的CPSR里面的 我们的S标识符上面 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的指令就会去取它 对不对 就可以去取到它呀 取到它就知道上一步操作 它到底是 它的结果是大于小于等于 是不是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啊 好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Compile缩写CMP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Compile它的这个语法 就是rn后面跟这样一个值 说白了就是 第一个值减去第二个值 第一个值减第二个值 但是它们不用存到某一个计存器里面 不用存到某一个什么存到r0 跟我们减法是差不多的 然后 它只不过是什么 是存到哪里呢 是存到我们的s标识符里面 这个大家明白了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方说 Compile r1 然后 给它一个立即数 比方说2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立即数范围有问题 给它一个4 是这个范围有问题 是这个立即数有问题 0F BnC 我们可以不要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0F 然后我们再 给它比较一下 r1和4的这样一个值 说白了就是r1减去4 看它们谁大谁小 把它比较完的这个结果 会给它存在我们的CPSR上面 CPSR上面 你看到没有 就出现了一个净位 看到没有 所以其实它这个操作 大家想象一下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 CMP 说白了 大家想象一下 跟我们刚才的那个减法 有啥区别吗 对不对 跟我们的减法有啥区别吗 无非就是什么了 是不是要加个S 还有就是我们后面这个 R20 R21 R22 他不要这个R20了 也就是说 它们俩相减 不用存到R20 直接加到 加一个S 存到这个S里面 就这么回事 这就是它这个比较操作 那么同样下面的 这个复数比较 也是一样的 复数比CMN N就是negative 对吧 这个negative说白了 就是它去减去 它的一个复数 也就是等于是加一个正数 就这样的一个理解 那么测试 也是差不多类似的 测试也是类似的 去比较它是否相等 Test 比方说TST TST 说白了 说白了 其实就是一个逻辑语 就是一个逻辑语 只不过把逻辑语的 这样一个结果 它不存在我们的 比方R0的这样一个 寄存器里面 而是存在我们CPSR里面 的那个状态标志符里面 对吧 那比方说我们写 这样一个一段语句 TST R1 0X01 或者直接用 直接用一个普通列级数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 你看我用这个来测试的话 既然我是让它进行一个逻辑语的 这样一个操作 那这个实际上 实际上是不是就是测试 它这个地方有没有值吗 就是1位 第一位的时候 那个地方它有没有值 如果那个地方有值 是不是就给它保留吗 就表示会有一个1 给它存出来 对不对 所以 其实也比较容易去理解了 21 21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值 然后我们会给它 在这个CPSR里面 会给它在CPSR 好 同样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TQ T就是TEST EQ就是EQUER 就是测试相等 它的语法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白了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异货操作 也是一个 我这个符号写的 不是特别准确 这个应该是一个异货操作 写完了 这是一个语操作 是用来测试相等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比方说 我们用TQ TQ R1 R2 这个就是测试他们是否相等 如果他们相等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相等的话 我们的哪一个位 是不是应该就为1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我测一下R6和R7 大家可以看 0位就为1 看到没有 所以其实 表示0就是相等 因为他们两个相减为0 所以0位就为1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 TQ的话 肯定是用不上 我们的C位和V位了 因为不涉及到近位 不涉及到近位 它只是看我们相不相等 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 关于比较操作的这一块 那么 什么大于小于啊 这些相等啊 还有逻辑语啊 等等啊 就某一位是否有值啊 这就是它这样一个比较操作 所以这个大家也把它掌握一下 好 那么至此 我们这些20多个指令 我们全部都学完了 这就是我们算数运算的 20多个基本能指令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就直接学内存操作 详细的内存操作 和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分支语句了 就很快了 所以这个大家下来学习一下 我们要掌握的 这上头有七个 七个再加八个 一共十十五个啊 这十五个指令 大家要求了解 那么至少你到时候看到了 你基本上能回忆的起来啊 当时回忆不起来 你回头能够查找 也是可以的啊 好 那么还是那句话 你在学习的时候 对比着我们之前的加瓦高级语言 我们来对比一下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很多东西都相通的啊 至少在语言设计上面 他所需要的这些逻辑模块 是相通的 好 那这课大家把每一个指令 按照我所讲的这种方式 配合ADS这样的一个工具 大家也来进行一个演练 充分的熟悉一下我们的 包括了我们的寄存器操作啊 二进士操作 安慰码操作啊 等等等等啊 所以大家好好的研究一块这个 那么基础薄弱的 再把计算机的基本的那些 基本原理再抓起来看一下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